中国中央政治局9月28号下午进行第44次集体学习 中国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 他强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 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国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 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王新奎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龙国强研究员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 并谈了对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经济安全 的建议 中国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 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 实行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中心工作的要求 制定的重大战略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 实践充分证明 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 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有利于为我国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胡锦涛指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既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 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也对我们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牢牢掌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不断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胡锦涛在讲话中就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提出五点要求 一是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坚持以致取胜 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努力促进对外贸易从数量增加为主 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 提高对外贸易质量和效益 二是要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和布局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头像引导 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 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 三是要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 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 完善对境外投资的协调机制和风险管理 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办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支持当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四是要扎实促进互利共赢 维护和完善全球经贸体系 主动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力所能及地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妥善处理产品质量 气候变化 生态环境 知识产权等问题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五是要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 构建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体制机制 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 危机反应和应对的能力 依法保护我国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 胡锦涛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开放工作的领导 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 全面分析对外开放形势 完善对外开放政策措施 自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能力 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 健全保障公平贸易的管理制度 优化投资环境 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驾驭对外开放的本领 认真研究和解决对外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使对外开放更好的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